今天是2020年10月17號 我們家的小精靈 牠有一個祕密喔 來 我們飛出來的小門窯在哪裡呢看一下 給我們看一下牠有多窯嘛 這麼特別耶 看一下牠有多窯 很窯耶 我們都沒有那麼窯的牙齒 叫我們看一下 現在這個門窯呢 旁邊他的鄰居已經掉了 現在剩下牠 這個是右邊的門窯 你不要一直咬牠 牠都快飛出來了 這明明就很恐怖 好可怕 我每天都會講 這真的非常的特寫 那你可能也每天都會講 對 希望明天睡起來 萬一你睡著的時候掉 你會不會不小心把牠吃下去啊 你在舔 你在舔 要飛出來 你不要把牠吃掉好嗎 我朋友他有一顆牙齒掉了 然後結果呢 他把牠吃掉 牠把牠吃掉 吃牙齒能補嗎 吃牙齒能補嗎 不太好 我不建議你吃掉牙齒 你現在是要把牠彈飛嗎 牠真的會飛掉 我跟你說 牠快掉了 就要讓牠掉了 沒有冷靜喔 因為我掉的牙都不會痛啊 對啊 不痛 對啊 自己掉的牙是不痛的嗎 不痛啊 可是有流血 牠很奇怪的時候 就只要轉一轉 拉 多一點現在拉下去就好了 然後都沒流血 這麼厲害 可是下面有一顆牠是爆血 那你等 你明天再拔吧 都不痛啊 我覺得明天應該差不多 下面有一顆是櫻桃拔牙 這在吃櫻桃的時候 把牠弄掉 好 那我們今天吃的蘋果牌都沒掉了 蘋果牌用後面牙 那等 等你明天早餐看牠吃什麼 我沒有 我就讓牠轉一兩下就好啦 因為呢 超級無敵牙 咬到這個牌要推到這裡 已經飛上來就對了 對 你就看不下去 然後我在教小鐘寫功課的時候 教我小鐘寫功課 教莊頸童 因為老師 因為小鐘不會寫 然後我教牠的時候 結果呢 我把嘴巴一閉起來 然後牙齒就飛 然後牙齒就掉下來了 你這顆牙齒它好像有很嚴重的蛀牙 對 掉了也好 哎呀 好不可以咬太硬的東西喔 不要吃太燙的東西喔 好 可以多吃點冰淇淋 耶 給我 你現在牙齒掉了 對你會有困擾嗎 完全不會嘛 那你一樣可以在床吃東西嘛 不要吃太燙喔 對你趕快掌心牙齒 但是可以去吃太燙喔 好 trillion 你 你 我們就讓你吃太燙